顾总 顾总 您准备好了吗 您可以带您的舞伴 跳第一支舞了 不好意思 今天舞的舞伴没有 我来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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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Zither Harp You are my dream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等一下 南宫小姐 把这个盒子打开 那我们再看下一件拍品 接下来的这件拍品就更为出色了 它是来自于我们著名的化妆品公司 花言集团总裁顾西成先生的 亲情捐赠 来 我们请看大屏幕 天使之类 怎么会是天使之类 姐姐 怎么了 天使之类 难怪我第一次遇见她 会觉得很熟悉 原来是她 谢谢 谢谢 这是我妈妈的项链 我把它放在家里 梳妆拿在抽屉里 一定是取项链的人拿错了 才会把妈妈的项链 当成了拍品 这是外婆留下来的 怎么办啊 没关系 我们把它再拍回来 拍回来 接下来的这件拍品 不是 将由我们本次慈善拍卖会的 发起人 主办人 才华横溢 刚刚归国的彩妆设计师 南宫琉璃小姐 亲自展示 感谢力临现场的各位嘉宾 我是本场慈善晚会的发起人 南宫琉璃 谢谢大家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 也感谢各位好朋友 能因为同样的慈善 重新相逢 现在 我佩戴的这条项链 正是来自我曾经最好的朋友 花言集团总裁 顾西成先生 以前 他就帮助过我很多 今天 他也同样给了我巨大的支持 所以我希望这条项链 能拍出最好的价格 来回馈顾先生最大的善意 谢谢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南宫小姐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 开始竞拍吧 我们南宫小姐 锦上的这一条绝美的项链 起拍价是二十万元 好 顾总 您的价格是 二十八万 二十八万 好 还有吗 好 来 副总也举牌了 您出的价是多少 四十万 四十万 有没有价格更高的 傅伯雅 能不能让让我们 这条项链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也很喜欢这条项链 你如果喜欢的话 我可以把它拍下来 好 送给你 顾总您出价多少 傅伯雅 六十万 六十万 非常地给力 还有吗 好 我们的副总又举牌了 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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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掌声送好吗 你现在看得出来 应该是我 非常给力 一百万 这条项链对你来说很重要 但你对我来说 同样重要 一百八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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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给力了 副总又举牌了 副总 副总 副总您这次出的价格是 两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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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大家掌声响起 送给我们八百一十八号贵宾 来八百八十八号我们的副总 您出价 两百八十万 我会出价 两百八十万 两百八十万 有没有价格更高的 两百八十万 第一次 两百八十万 第二次 两百八十万 第三次 来 我们把掌声送给 顾总 恭喜啊 恭喜顾总 顾总以两百八十万 得到了我们这件拍品 恭喜顾总 西城 好久不见 感谢你对我慈善晚会的支持 这条项链 这条项链 我把它拍下来 是因为我想把它送给一个 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锦西 上来 还没有什么 你说这条项链 好 就是三枝链 上来 你是不是 可是你不是 这个地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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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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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 recommended 抱歉 这条项链 我想把它送给你 感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 陪我渡过了很多难关 我希望以后的时光 我能陪你一起走下去 这是谁啊这是 是花园集团的人 刚才我看他就进来了 听说呀 这是总裁的贴身秘书 但是你说这秘书有什么情理的 顾西长 别动 你什么都不用管 眼睛看着我 就好了 你什么都不用管 西长 好久不见 刚刚你在所有人的面前拒绝了我 不会到了这里 你还是连和我握手都不肯吧 我记得你不是这样没有礼貌的人 你走太久了 不记得了吧 不好意思 我就是 没关系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 别人不懂你 我懂 不要在我面前自以为是 从你当初不告儿别那天开始 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能了 是吗 那为什么你现在还这么生气呢 是因为我讨厌有人在我面前 自我感动 如果以后没什么必要的话 咱们就不要再见了 我应该是不是 我以后选择了 你应该不会这样的 如果我会想起这种 我可能是什么 这条线链是我从妈妈抽屉里拿的 你是王子 给你带吧 我才不要呢 我不要演戏 为什么不要呢 大家一起演出 一起加油 一起做好朋友 不好吗 你看 你是王子 我是公主呢 和我们一起吧 我们都会是你永远的朋友 果然是你 我们曾经同他演出过一次 天天被老师叫小蜜 蜥蜥 好想是叫西西吧 原来你的大名叫 何锦锡 是 谁动过我的办公室啊 这不挺正气的吗 东西的床向变了 还有 这是谁放着的 我去掉监控 是我 怎么回事 这 不好的预感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 顾总不欢迎我 什么意思啊 我今天入职 特别来向你报到 行政今天说来几个新的高拐 你是其中一个 对 我负责新产品的研发小组 是花颜HR们请猎头公司 花了很大的精力 把我从国外请回来的 怎么 怎么 顾总不希望看见我 南宫小姐多虑了 花颜队有真才实学的人 求仙若渴 既然南宫小姐 也是行政花了大力气 挖过来的 当然是对花颜 有做出贡献的真实实力 谢谢师傅 消没 他来了 我来了 怎么才下班就没人了 总裁也会加班吗 可惜奶奶送的晚餐喽 好 怎么 才半天没看见我 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 我才没有忘记呢 顾兴成 今天怎么来公司了 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帮忙吗 才没有呢 奶奶让我来送汤 汤 什么汤 不会是乌鸡汤吧 还加了冬虫下草 饿椒的超级补汤 骗你的了 就是梅姨做了一桌普通的饭菜 怕你太忙 没时间吃晚饭 所以特地让我给你拿过来的 你陪我一起吃 我倒是想陪你吃 但是最近我在减肥 好吧 那我自己吃吧 我早就想尝尝梅姨烧的乳鸽汤了 听说特别好吃 行了 一起吧 怎么了 我只带了一个勺子 我的勺子 没关系 你的就你的吧 我们一起用 西城 你怎么还没下班 我刚进花言 想用最少的时间 最多地了解公司 也是为后续的产品研发 做最万全的准备 这位是慈善晚宴的发起人吧 他怎么会在这儿 原来西城还没有向你介绍过我 我跟西城可是很熟悉的 老朋友 他今天刚入花言 我还没来得及 顾总 我还有非常重要的研发问题想要请教 等你吃完饭后 我可以再过来吗 来 顾总 我 吃不下了 您慢慢享用吧 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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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回来了 奶奶 您怎么还没休息啊 让这个小子给气到了 还能睡得着啊 你看看吧 怎么了 我看看 你看 从事就有 你说这小子啊 他突然招个女生进公司 也不和你商量一下 还让那个新闻乱写 奶奶 这些都是小道消息 我都不在意的 你不在意奶奶在意 这个南宫琉璃啊 他是来者不善 冲着西城来的 西西 你是西城身边的女人 你不能纵容她们 在公司里面 天天眉来眼去的 俗话说 进水楼台先得月 你现在不能只是在家里待着了 你去花园上班 我 就是你 明天啊 明天啊 我就安排人 把你呢 放在西城的旁边 你给我看着西城 绝不能让他人 钻了你们感情的空子 就这么定呢 怎么突然想到 找我出来喝酒啊 以前我们在国外 不是经常一块儿喝酒吗 怎么 回国就不适应了 对了 我看西城跟那位贺锦西小姐 好像关系不太一般啊 西城之前从来没有过特助或者秘书 他和她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其实贺锦西 就是顾西城的未婚妻 只不过消息还没有公开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啊 之前在国外的时候 奶奶就一直催西城找女朋友 没想到 最好进了顾家的是她 南宫 未婚妻 但还没结婚 所以我还有机会 你果然还是 不愿意放弃顾西城 怎么可能放弃呢 怎么可能放弃呢 不愿 我看你跟那位贺小姐 好像关系也挺熟络的 你们是朋友 朋友 对 我们是朋友 那你们认识时间也不久 这么快就能成为朋友 你们真的很投缘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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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怎么样 味道不错 顾总 正好贺小姐也在 顾总 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我听说贺小姐业余时间 也在做美妆博主 还跟花言勇合作 成绩还十分不错 您过家了 你给顾总当助理实在是取材了 正好我研发不缺人手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过来帮帮我 研发部 那不是花言最核心的部门吗 他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 我看还是算了吧 突然想把我调走 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不过如果我过去他身边 反而能更清楚地知道他的目的 也能更好地反击他 我想去 南宫那里是非常重要的部门 你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没有你想那么简单 我虽然没有什么经验 但如果 能跟这南宫总监一起学习 我想 应该能学到不少 那HR那边 HR那边我亲自协调函过去 西城 你有工作需要跟贺小姐交际的吗 工作倒是没有 就是乐趣少了许多 我随时可以过去 那太好了 我现在就带你办手续 好 好 就 就这么做了 好 南宫总监 我的设计草图做好了 麻烦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提点意见 这么快啊 市场要求已经交给生产部了 按您的要求 四点前已经交了 行 我看看 很好 我很喜欢 这是我第一次做设计 其实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没关系 已经很好了 只是需要再微调一下 这样吧 你留下来 我跟你一起修改 这样明天就可以上会了 南宫在工作中还挺认真 但是不能掉以轻心 好 谢谢南宫总监 好 坐吧 好 烤 小节目 太鼻子聚了 平心 很漂亮 以上就是研发部 南宫琉璃总监设计的 外包装方案 新晋研发小组果然厉害 四套设计都很漂亮 谢谢 尤其是这套 猫眼灵珠的设计更是突破 除了成熟的技法 还融合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 和我们公司新系列产品 非常契合 这些设计都是你的灵感 是的 顾总 这四套设计 都是我的灵感创意 我带着整个研发部 熬了好几个通宵 才做出这么优秀的作品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这些设计 是 南宫总监 你为什么不在会上提出 猫眼灵珠是我的设计 锦西 你觉得我是故意不说的吗 我的意思是 这个灵感本来就是我提出的 你要这么想 就太让我难过了 这里面每套方案 都有我们研发部 每一个人的心血 如果我单独提你 你让别人怎么想 而且 这套方案不仅仅是你的想法 也有我的付出 对吗 我知道你对这方面 有很大的兴趣 所以让你试试 现在作品得到了西城的认可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吗 谁付出 就应该有谁的名字 我想所有人都一样 想要一个公平 锦西 你可能没有在这么大的团队里 工作过 不是随便调个色 做做美工 修改几个字就叫工作的 还是说 你觉得你是总裁特助 或者 你和总裁关系亲近 我就应该 多照顾你一些 我什么时候和他亲近了 顾总 顾总别误会 锦西在和我说工作上的事 如果是你们研发部的事 就回你们自己办公区 如果不是 我不太希望有员工 在公司里面谈私事 我不是在说个人私事 我只是想证明灵柱设计 好了 我还有电话会议要开 回你们自己部门 看到了 设计是谁做得重要吗 总裁是不会关心的 南宫总监 我下午可以请个假吗 请假 甘腾假 秦秦 秦 还好吗 我没事 这难受的话 就别忍着 我带了纸巾 我真没事 每个人都会有难受的时候 这很正常 不过你难过 是因为顾西成吗 算了 我不问了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因为不公平 还是因为他 不公平 不公平 就 工作上的事情 我能自己处理 这样吧 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 进 顾总 我这里有份文件需要你签一下 下班时间早就过了 花言不提倡加班 早点回去 其实 其实我是有件事情想拜托你 说 我发现了一家非常有个性的餐厅 关于细节上的填充 它给了我很多灵感 所以我定好了位子 想请你跟我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 你一定能明白我想表达的东西 我现在习惯回家吃饭 可是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刚刚在忙没有听到 说实话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的就是实话 你不接电话 需要我帮你解释一下吗 贺锦西 你在哪儿我去接你 我也有自己的个人私事 抱歉 顾总 你管不着 喂 喂 贺小姐怎么了 她没事吧 你刚才说的那家餐厅在哪儿 离公司有点距离 我回办公室拿包 一会儿见 没事吧 懒得厉害 真是昏君 真是昏君 你笑什么 没事 别生气了 走 请你吃饭 说好我请你的 走 难公 你跟贺小姐在一起吗 还好吗 我听说她心情不好 你跟她出去了 她没事 你放心吧 但愿吧 薄雅 你要知道女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点好吃的就好了 你要不要带贺小姐去吃点好吃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正好 我们打算去吃晚餐 您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吗 你问我可就问对了 我知道一家餐厅 气氛和菜品都是一流的 递着我发你 喝啥呀 选餐厅也太难了 挺好 朋友推荐了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餐厅 想不想去试试 可以啊 安全带 谢谢 帮我铺一下餐间吧 好 那先这样 谢谢学长 你听我说 你把门打开我有话跟你说 贺锦西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商量 你先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啊 你至少把睡衣给我吧 奶奶 你给我给我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奶奶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 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些方案的细节补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从今天开始 为了提高研发部的员工创造积极性 我会增设创意平和机制 分别明确分工 确保每一个员工的权益 得到应有的保障 从这一次的方案成果来看 据我所知 核心创意来源于 贺锦西 南宫总监带领团队友方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出这么大的成绩 实属难得 顾总过假了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你今天怎么了 你之前开会 可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 世光公司 做了就是做了 没做就是没做 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 再让他不痛快 是因为公司吗 你就是想为贺小姐出气吧 怎么 准备认错了 怎么可能 反应这么大 心里一定有鬼吧 那个朋友 该跟老板娘道歉了吧 需不需要 我帮帮忙啊 从这次的方案成果来看 据我所知 核心创意来源于 贺锦西 西城 你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 难道 伍工司 还关注 杰明 应该是贺锦西 在里面的 资金 是 得 和 你还能资认 以资金 或许贺锦西 或许贺锦西 是 那么请你出去把门带上来 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应该辞职了 身为研发部总监 在工作会议上被指出重大失误 我没有脸再继续带领团队 更没有资格再站在你的面前 我觉得 我理应辞职 你说的是真的吗 南宫总监真的打印了辞职信啊 为什么呀 该不会真的是因为那个贺锦熙吧 就是因为她 开会的时候 顾总居然说设计全部都是贺锦熙做的 那总监的脸面怎么挂得住啊 再说了 以咱们总监的工作级别 被逼到这份上 真的是委屈死了 但那个设计不会真的是 贺锦熙做的吧 有区别吗 她也是咱们研发组的一员呢 总监署名有错吗 也就那个人 平时和顾总关系好 想把总监给弃走 那你说 她不会真的和顾总有什么特殊关系吧 真是没完没了 真是没完没了 谁和她关系好 谁又凭她关系欺负别人了 明明是南宫侵占了我的工作成果 反而过来救我来了 好 我并没有否定你的工作能力 只是给你指出了正确的工作方法 作为领导 你不应该把团员的辛苦抹掉 一个团队的成功 领导的能力和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顾总说得对 所以我非常愧疚 请你允许我辞职 我已经改到第二遍了 她还是说不太对了 你跟我看看男性 老大那边有情况 速来降耀 好 可以 夕成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让我离开吗 是你自己提的辞职报告 我没有逼你 南宫 南宫 你知道你今天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作为员工 你可以对你的上司不满 但绝对不能用逼宫的手段来逼迫你的老板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不可代替的 你也赢 您刚刚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暗示 我已经被人替代了什么 被贺锦西 我说过了 我知道是我错了 当年我不该离开 不该不告而别 不该选择放弃 不然现在陪在你身边的人依然是我 不会还有什么贺锦西了 够了 这里是我的办公室 我不想和你讨论这样的话题 如果你不走 我走 星成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你不用管我 我会走的 我会消失的 就等我死了 就等我死了 这是什么 没什么 只是一些营养品 营养药 这是精神类的厨房用药 你怎么会是这个 我 我 其实这些年 我状态一直不太好 吃不下也睡不后 医生说 说我已经中度抑郁了 抑郁症 来 起来 那西成 不要这样 儿ULG 完了 完了 只有老板您要是来了 那不去玩完大了吗 不行 不行 打电话 老板您等一下 我刚才看错了 老板不在里面 老板在 那边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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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玩完蛋了 有口红吗 花颜不是最大的化妆品公司 你是副族 怎么连口红都没有 口红要多少有多少 老板娘 什么色号 丽雁公 纯号 顾兮成 细细 这幸福 一遍一遍跟着海风吹来 雨层一层好像浪花转开 好险我就要 好险你告白 也许是意外 也许是天气在高拐 为什么每次遇见你 小飞 对 我们去那个餐厅吃路日大餐吧 怎么样 我不去 今晚可是超级月亮啊 你不约男朋友一块去看啊 红月很神奇的哦 神奇 据说月亮呢 越靠近地球 磁力就越大 磁力呢又影响人 说定了 今晚你男朋友看到你貌美如花 就对你死心塌地了呢 什么死心塌地 明明就是会让人情绪不稳 你吵个不停 这个故事成 陆安安 你怎么现在才给我打电话啊 你怎么样了 和司徒什么情况 谢谢 你快点来救 救我 你又 发个定位给我 我现在马上过来 陆安安 陆安安 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呀 该不会真喝醉倒哪儿了吧 什么啊 这不是有女朋友准备的惊喜现场吧 我是不是走错了 还是先去找安安吧 希希 是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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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总 傅安做好了 我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应该指责你 你需要时间去学习 而我 是最应该给你时间的人 我也忽略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虽然我们因为合约而幸运 但无论在顾家还是在公司 你都帮我渡过了很多难关 对不起 你可以原谅我吗 你惹我那么生气 几盏星星灯 一束花 就想让我原谅你 我不 那这样呢 这些气球都是给你捡的 只要你把他们剪断 放飞 你的不开心 不快乐 生气 愤怒 都会被他们统统带走 别告诉他 可眼神难说谎 时间能回答 我的愿望吗 也许失灭 是心动的代价 你知道呀 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 种一朵花 种一朵花 等它慢慢发芽 明明要开心 却又放下 背叛自己 是心动的代价 You are my dream You don't want to see 人海中喘息 只有你的声音 You are my dream 怎么样 你的不开心 飞走了吗 只差一句一言 没有 我还生气呢 那就继续 你已经要让 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 种一朵花 等它慢慢发芽 明明明要出发 却又放不下 背叛自己 是心动的代价 对不起 贺锦心 这是白色月光设计材料的资料 你下午去一趟郊区的材料工厂 和他们对一下用料数据 我去对用料数据啊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你身为研发部的一员 让你去做你该做的事 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怎么还没到啊 这是回城的路吗 您说完勿送 我不会伤害您的 等约定的时间到了 我就立马送你回去 这是要开去哪儿啊 路停车 路停车 危险 危险 安安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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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你要干什么 我也是拿钱干事 我很快就会送你回去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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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出事了 快去找顾锡城 好 我们去修打 好 起开 你现在不能进去 有什么 起开 别被我揍你啊 老板娘出事了 你负得了责任吗 西西出事了 老板娘 老板娘 给安安打电话 说被一个陌生司机带到了远郊 然后她跑了出来 然后 反正很危险 你赶紧去啊 西成 西成 你别去啊 西成 南宫 又是你安排的吗 是我 都是我 全部都是我 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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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安排安全 快把定位发给我 我马上去接你 好好好 西成 我好害怕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 西成 西西 你别怕 因为我收到 我两分之处会到 你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别让她看见 你知道吗 西西 我会来的 我一定会来的 原来你在这儿 西西 喂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西西 别跑 出来 回来 回来 出来啊 我看见你了 原来你在这儿啊 你在哪儿呢 你在哪儿啊 在哪儿呢 原来你在哪儿呢 原来你在这儿啊 在哪儿呢 住手 我 我只是 如果你再敢上前一步 我让你下半辈子 施足老犯了 施足 站住 承认了吧 我就是还会 忍不住牵挂 别告诉她 可眼神难说谎 时间能回答 我的愿望吗 也许失灭 也许失灭 是心动的代价 是心动的代价 你知道呀 我确实不会 说什么情话 中一朵花 等她慢慢发芽 在哪儿呢 没有美国 我会跟她们一起去 尽管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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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在哪儿呢 我会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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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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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西成 你睡了吗 还没呢 怎么了 我有点睡不着 还在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吗 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 举不点害怕 没事 我陪着你 睡吧 感谢观看 睡吧 睡吧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